我是肺活量 逐語都說出我要靠朋友 抗癌路上又怎能不找回一兩個同路人一起走 要互相支持和鼓勵 今天就等我帶大家去認識新朋友 出發 Hello,肥仔,我們又見面了 我在網上留意了你們很久了 其實為什麼你們會叫癌症資訊網呢? 是不是有什麼故事的? 哦,我們癌症資訊網 希望為大眾提供正確、專業和適時的癌症資訊 希望為癌症病人和他們的照顧者 傳遞正面的訊息 接受一些適切的癌症治療 把握治療黃金期的 原來是這樣 那你們主要提供哪類型的資訊給癌症患者呢? 啊,我們有介紹不同癌症的小冊子 另外有各種相關治療的小冊子 例如營養飲食方面的小冊子 還有呢,我們希望患者 在接受治療期間裏面 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況 令到他們更安心 好好進行他們的治療 嘩,這裡這麼大這麼漂亮 我知道你們作為一個 大型癌症患者的支援機構 還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給癌症的朋友 是啊 就好像你身後面的廚房 就是我們平時舉辦攀飲活動的場地 這裡可以營造一班的癌症病人 一起吃東西、聊天 同時我們試過在這裡搞一些插花斑 目的呢,都希望令病人透過藝術 可以在這裡有個安心和舒適的地方 最近我們都開了一個新中心 不如我們過去參觀一下吧 小姐,這裡就是我們的社區中心了 哦,原來這裡就是你們新的社區資源中心 是啊,沒錯 你看到這裡有不同的擺設 營造輕鬆的氣氛 也有不同的書巷 去幫助病人 我們會平時舉辦一些伸展運動班 也會有一些營養飲食講座 希望幫到這些活動的朋友 可以適應到生活上的需要 可否介紹一下你們舉辦過什麼活動呢 嗯,我們這裡舉辦過一些癌症講座 也有一些八段感班 之前也舉辦過一些永生班的製作班組 美容班這些生活藝術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活動 哇,大家都好像很開心一樣 作為一個肺仔 我也想知道有什麼活動 是特別專門設計給肺癌患者的 針對肺癌患者 我們會很注重他們肺功能的需要 我們這裡也有一些食體能的肺癌班組 希望幫到一些肺癌患者 其實癌症患者在不同時期的需要 都可能會有些不同的 那在活動的構思上又有什麼分別呢 哦,例如治療中的朋友 可能他們的需要 就是一些營養飲食 和一些治療上的選擇方向 而康復的朋友 他們因為要準備重返職場 可能他們的需要就是一些 貧貝的支持 以及分享平日常生活的點滴 接下來你們有什麼新搞作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呢 接下來我們有一些藝術工作坊 你也可以來參加的 嘩,我也很想參加 但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呢 哦,要求其實不多 只要成為我們網頁的登記會員 以及打電話來報名就可以了 咦,但是上年的疫情 會否影響到你們和癌症朋友的聯繫呢 當然有啦 我們平時可以透過實體活動 去和大家面對面 現在我們就要透過線上 去和癌症病人一起做一些視像活動 例如去舉辦一些輔導班組 情緒班組 都要透過線上做啦 不如我帶你去我們線上的活動地方 咦,這裡是哪裡來的 這裡就是我們舉辦線上直播的地方 那你們直播的內容主要是什麼呢 咦,我們會有一些專題探討的講座啦 也會邀請醫生來到這裡做一些癌症醫學的講座直播 哈哈,有沒有一些直播趣事可以分享給我聽啊 哈,我記得有一次舉辦線上活動 裡面我們有三十多人在 其中有一位參加者 孫兒突然間放學回來 就大叫,媽媽,我好餓啊 什麼時候吃飯啊 哈哈,好可愛啊 說起吃飯,我走得又肚餓又累啊 這裡有沒有地方我可以休息一下啊 有啊,我帶你出去休息一下 唉,舒服了 其實在抗癌路上 患者都會有累和迷惘的時候 可以跟誰說呢 其實我們都有提供社工的支援 希望幫助癌症的朋友仔解決情緒的困擾 還有醫師問的服務 會幫癌症被人提供一些免費面談的服務 令到他們和患者更加了解他們的病情 而減低他們的困擾 說開憂慮 我知道治療費用對很多癌症朋友仔 都是一個負擔來的 對了,其實這方面你們有沒有支援的 又有沒有一些針對肺癌患者的支援呢 當然有啦 我們也有提供眾籌服務價向社會大眾募捐 我們也設有緊急援助基金 希望幫到他們在最困難的時間伸出援手 幫他們一把 今天真是很感謝你 最後有沒有什麼說話想我帶給肺癌朋友仔聽呢 我希望所有肺癌的朋友仔一起互相支持 我們在肺癌路上一起攜手同行 肺仔啊 不如我們一起拖手去支持一群癌症病人咯 當然好啦 耶 今天很開心有Natalie帶我參觀癌症資訊網 這裡不僅僅地方好靚 還有一大群這麼關心癌症患者的有心人 為他們努力和付出 所以抗癌路上你不是單打獨鬥的 有需要就盡快找他們聊聊啦 鍛鍊肺活量 養肺更健康 想肺活量了解更多關於肺健康的資訊 看還是不看 有這個icon你一定要看 LanCancerCare.com.hk